欢迎回来 那我们接着这一节课来讲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相关内容 那么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下我们文章表的结构 还有我们一个索引的一些优化 那么文章表主要的话就是这一个 主要的话就是这一个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文章的一个附录表 还有一个文章的一个分类表 那这四个还有一个张是频道模型的 那么我们主要讲的话就是这么两张 好 这么两张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一个东西给打开 稍等一会儿啊 稍等一下 好 然后不对是这个对吧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这一个文章主表 就是这一张表 这一张表的字段的话就是有32个字段 32个字段 那么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表的意思啊 我打开昨天的那一个得的CMS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相关内容啊 好 那我们就找到这一个文章详情表啊 这张文章的一个主要表 好 那么这边字段说明的话就是每一个字段的给大家说明了 好 我们的话是每一个都需要了解一下 内容ID就是 无可或非每一个文章都会有一个ID对吧 然后这一个是栏目ID 好 这个是相当于是主分类ID 那Type ID 2的话是一个副栏目的ID 好 然后这一个是文档排序啊 这边是属性 那么我们是结合我们这一个脉子的的话 我们结合我们后台来讲解一下 可能就比较清楚啊 944M 我们找到我们这个添加文章的地方啊 添加文章的地方 好 这边的话就会有我们的标题啊 标题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Title啊 然后还有一些 放大一点啊 我们这个放大一点 好 我们这边有个标题就是我们的Title 对不对 还有一个简短标题就是我们这个Short title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属性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FLAG 好 Flag 然后这边有标签啊 标签我们来看一下Tag 好 那么我们标签它是存储到我们的这一个另外一张表 文章呢还会有另外一张这一个表 我们在数据库管理这边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表是哪一张表啊 文章的一个Tag 这是MyTag 好 我们看一下MyTag 应该就是这个吧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的话也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新增一篇文章来试一下啊 新增一篇文章 测试文章啊 然后是简短简短标题 好这边会提示我们已经存在这些文章啊 我们找到这一个测试文章 然后呢啊在这边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标签一标签二 好记得我们这个逗号呢是要英文状态下的啊 英文状态下的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查看一个更改 好标签一标签二有了啊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有没有这个值啊 数据库有没有这个值刷新 好说明不是在我们这张表的啊 我也记得不是这张表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存到哪里去了 应该是这个吧 对对对在这边啊 那我们标签的话是存在我们的这个Tag list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地方啊 所以说我们这边是 哎又到哪里了 这张表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张主表是没有这一个Tag的这个啊 然后这边有个权重啊 权重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相当于是 他看他说什么 越小越靠前啊 越小越靠前 这相当于一个排序啊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缩类图啊 缩类图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啊 好这边有一个缩类图对吧 都是跟这边对应的啊 还有什么文章来源呢 好文章来源我来看一下 文章来源肯定也是在这张表啊 在这边啊 好然后会有一个作者啊 会有一个作者 作者在哪里呢 啊就在这边啊 然后会有我们的栏目啊 栏目组ID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type ID 好然后这边有个副栏目对吧 副栏目的话就是可以多选啊 可以多选啊 那副栏目的ID4和5就会存储在我们type2里面 好然后的话这边会有一些什么下载图片资源 这个是不保存到这一边的啊 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那这边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一个body属性啊 他这个body属性的话 就是放到我们的这一个第一张表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呃对放到这边啊 那内容的话就放到我们这个dd on article里面的body里面 好然后这边会有一些什么投票的一些东西啊 投票的一些东西的话 就是vot好这边会有一些跟投票相关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投票 好如果说我们选取啊选取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投票ID的1好 假设说我们看一下增加了一个投票 我们来查看一下文章 好那么我们把投票加上去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投票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文章的主表啊 文章的主表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一个得的CMS在我日常开发中的话会有几个瓶颈的地方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type ID2好 他的ID2这边生成呃生成我们这一个文档的时候啊 他是用like去判断的 所以说复栏目这边会出现一些呃平静的问题啊 当然这个数据量你应该是已经达到百万左右了啊 一百万的数据量之后去生成 如果说你复栏目比较多的话会造成一些比较卡的现象啊 就是生成的时候可能会出现502错误啊 就是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好建议 好我这边写个建议 少用 这个随机 推荐文章 好少用随机推荐文章 这一个随机推荐的这一个标签 我后面讲到标签的时候 跟大家说什么是随机推荐文章啊 这是一个哈 第一个叫做tapid2 是用like语句来判断的会数据量 大的时候会遇到瓶颈 好这是一个哈 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是跟数据库相关的哈 就是我现在还没没看到哈 就是好这是跟这个建议是一样的哈 叫做sql 语句里面不要出现 out by round 就是随机的获取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条数哈 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哈 好就是少用我们随机推荐文章 好我们得的cms这一个随机推荐 就是用我们out by round的这个呢 这个呢在我们数据量大的时候也会遇到瓶颈好 那就是两个了啊 然后还会有哪一个我看一下啊 好我们在这一个地方来看哈 好在这边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你找到我们这个地方哈 然后这边会有很多的这一个呃 索引好普通索引 大家看到没有 这么多普通索引的话 在得的cms日常开发中可能用不到哈 所以说到时候可能具体啊具体消息呢 然后要具体分析 比如说我们这些频道啊 频道这些索引我们要给他去掉哈 啊他这个建立的是组合索引哈 我们看索引如何来看呢 这边是一个地方哈 而我这个软件之前跟大家说 大家去用一下哈比较好用 好索引怎么来看 大家这是一个地方啊 但是我们这边看到没有 他这个绿色这一个钥匙的话有很多哈 好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一个组合索引啊 组合索引如何来看呢 在这边对不对 他这边有个索引好 这边总共是有四个索引 对不对 一个组件索引 然后呢三个普通索引啊 其中一个这个排序啊 是独立的一个索引 然后呢会有一个组的索引 他是根据我们的这一个 arclunk啊分类的id啊 频道还有我们的一个属性跟mid啊 还有一个是根据我们的这个last post 就是提交时间啊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索引啊 准确来说我们得的cms 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啊 主要的话就是这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like来判断我们typeidl 所以说 这边的话就是少用 foolanmu foolanmu 好那前面的话是遇到的问题 后面的话是一个决定方案 sq了以及呢 autoblund 我跟大家看一下啊 说到这边的话 为了增加大家的印象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autoblund 我们的在哪里会体现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一个好 他是放到我们inclus 还有一点我们呃 我之前一般开发都是我们的5.5啊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5.7 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啊 他的代码还是有比较多去改进一下的啊 还是现在改了会比较好看一点的啊 好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他这个autoblund在哪里啊 这个就是生成我们文章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乱的 哎没有啊是吧 像比较旧的5.5的话这边是会有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他5.7有做一些改进的话 说明是呃 因为这种问题很多人都有遇到啊 说明他就是呃 也做一些网上啊 做一些网上 那么我们直接来用文件夹形式来查找 看一下有没有啊 ok 那我已经发现了一个autoblund的好 在这个地方啊 啊 这边有一个对吧 然后 好 在一个 地方也有 这个地方也有 好 这些是标签相关的哈 泰格是跟标签相关的 然后这一个 ARC list 就是跟我们的这一个文章列表相关的 啊 不对 那我刚才找错了哈 这个是生成文章的详情页的 那这这种地方才是生成我们列表标签的啊 列表标签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帮助中心哈 看一下我们得的CMS的帮助中心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去后台看嘛啊 后台也有 后台我们这边找到这一个系统找到我们这一个标签圆码管理哈 好我们随便编辑一个 不是应该是默认模板管理哈 我们随便编辑一个好 随便编辑一个 那这边的话会有很多标签哈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ARC list 我们点开来这边会有一个功能说明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outby run的随机获得指定条件的文档哈 这一个属性 我建议大家是少用哈 如果说你是已经确定好你的网站比较小不会数据量不会超过 这个五十万一百万 好你可以用一用 如果说你数据量比较大 然后副栏目又比较多 到时候你的服务器又不是很好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502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说的一个关于文章表结构的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改了 WCMS改的最多的话就是文章表 所以说这个我单独拿了十几分钟来讲一下 还有一个索引的一些优化 那索引的话也没有太多好优化的 就是这么有两个小小的点 大家去注意一下以后 因为我们索引我看了我们5.7 5.7跟我们5.6还是有点差别的 5.6 5.5 都是有一些改进的 所以说这个索引优化的话 我们具体遇到情况在具体来看 那主要的话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这个主要表的一些字段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张表很重要 所以说他每个字段我们都必须去了解一下 这种克力可的话就是点击量嘛 money的话就是要多少钱嘛 对吧 一般字面上的意思就有了 字面上的意思就有了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 文章表结构 还有我们索引优化的一个简介 好 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作业就是让大家熟悉一下表结构 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的 那下一节课的话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下节课的话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得到的CMS的一个后台操作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 下节课